清明廉价防疫不松懈 卓西乡太平部落山里部落 在入口处设置体温的量测站 若族人有发烧的症状 会要求他们待在家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外地返乡的村民在进入部落前 都要进行健康宣导以及体温量测 希望进入部落的居民能够重视疫情 部落入口处前放置告示牌 进入部落的车辆必须要停靠测量站 上前为车内乘客量体温 有时以族语亲切询问来临 遇到从外县市开长途车回来的族人 则是热情欢迎他们回家 因为在北区南区很多疫情 那有扫护回家乡的那个亲友 那怕他们有带有一些症状 所以我们要先做第一线的防线这样 来保护我们村民这样 肖大哥表示部落在廉价之前 就有安排居工完全自发性 这次他带上小朋友一起来帮忙 测量体温写登记簿等等 希望能够协助这次的疫情 不要进到部落 到4月2号到4月5号 你们从几点开始站 8点到下午5点 然后连续这样站 这次发现 就有的是林长组成的 还有部落主席 还有村长那些干事一起组成的 肖中有说考量武汉肺炎疫情严重 希望疫情不要因为假期人潮 进入部落 4月2号到5号 开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 在部落入口处设置体温量测站 借此加强维护部落族人 与返乡游子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卓锡箱采访报道